本来花药华冰这个项目 它就是一个鸡蛋里挑骨头的项目 俄罗斯选手 图克塔米舍瓦 他的自由华的选举 一只跳皮鸟的编年史 也是和他的这个编舞师 在疫情期间通过线上编舞 线上编排 完成了一套动作 拭目以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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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超的三个跳跃做的还挺好的 只是第四个菲利普的这个跳跃当中是摔倒了 这个确实开场连续四个跳跃连的比较密 有一点可惜吧 而且裁判对于他那些旋转定级也没有定到四级 这个可能也是他自己也没有期待到的 一般像这样的名将在一些旋转滑行当中的这个定级 一般还是可以定到四级的 但今天裁判只有定到三级 当然或许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适应 因为大家也知道这次的市井赛是作为冬奥会的资格赛 那么很有可能这次的一个打分的标准 可能就是冬奥会的大概的一个尺度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 他比较有特点的就是在比赛当中他是拥有阿克塞尔三周的 这样又能跳阿克塞尔三周的女运动员基本上也很少 除了他以外还有鸡瓶梨花 其余的我们就很难能看到女运动员去跳这个阿克塞尔三周 或者我们常说的三周半 图卡塔米什瓦在这个去年的俄罗斯战的比赛当中是拿到了宇丹的第一名 在这次市井赛的短节目是拿到了78.86分 其实今天的发挥啊 可能比喜欢他的冰迷的预期要稍稍差那么一点 那之前的自由华的最高分是在2019年世界团体赛当中拿到的153.89分 看一下今天如何 特鲁索瓦现在每一名选手完成比赛之后 他都需要面对一次镜头 是 他就坐在领先的这个位置上 特鲁索瓦 自由华的得分141.60分 总分220.46现在来到了第一的位置 他短节目领先还是比较多的 这样的话确保他是可以登上了最终的领奖台 因为还有两名选手没有出场 其实现在他的这个眼泪啊 很难去分析到底是因为激动还是因为觉得有一些遗憾啊 我觉得更多还是激动吧 能够登上领奖台 因为他也是一名老运动员了 感谢忍耀了 不用了 谢谢 谢谢